彭光子妹平安 平安 很高興再一次在這裡跟我們一起來敬拜 並且來分享上帝的話語 特別是在二十歲末 我們即將迎接新的一年開始 在這裡我們紀念上帝在過去一年當中的引導 也求上帝能繼續帶領我們 圣经里面允许说 从遂守之到年终 上帝也目常常看顾这地 我们是属于祂的产业 求上帝也眷顾我们 并且带领我们进入到流乃与命丰盛之地 今天要跟我们一起来分享 这样的信息 空屋的比喻 每年新年到的时候 我们会除旧不新 特别农历马上就要到了 我们家庭当中总是要做一些的动作 或者把家里收拾干净一点 如果再讲究一点 可能我们就会把家里的东西 旧的把它移除掉 搬进新的 可能是某一部分 也有可能是全部换新 所以除旧不新的过程之后 我们住进一个全新的地方 可是除旧不新的目的 是我们进入到一个新的环境当中 除旧不新之后 我们不会让屋子空着 所以这是今天我们所要谈的信息 特别在新年当中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 一年当中你带领我们 我们仍然在这里 我们仍然是一个敬拜的人 我们仍然在圣殿当中 我们能够亲近你 也让神也能够亲近我们 感谢你过去一年的陪伴 我们相信当我们与你同行 你更愿意与我们同行 主你与我们同行 那是我们最大的平安 也是我们最大的福分 所以我们求你 让我们在进入新的灵当中 神啊求你仍然与我们同行 我们步伐没有偏离离 主借着今天是信息 再来教导我们 叫我们一个更新的灵 更新的心思 更新的生活 主我们对你有一个全新的一个认识 你听我们的祷告 求圣灵开启我们的心 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空物的比喻是主耶稣 对文士还有法利赛人 他们所说的 背景是这样 他们要求主耶稣行一件神迹 这件神迹一定是一个不平凡的神迹 平常他们所见不到的 来证明他就是弥赛亚 主耶稣其实已经行了很多的神迹 那所以他们看了 总是不信 不信的年龄可能有很多 也可能是一个成见 偏见存在 所以他们曾经说 这个是从拿撒勒人 偏乡来的耶稣 能够行什么呢 所以我们 有一个偏见在的时候 我们总是对一个人所做的事情 可以比他负面的 或者降低他的价值 当主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一间看过很多的神迹 但是总是不信 看过神迹 总是不信 所以在这种情况当中 多请一件神迹的结果是 仍然不信 所以主耶稣说 这是一个邪恶的时代 邪恶并不是指这些法利赛人 或者文士 他们的道德邪恶 道德低落 然后是说到 他们是一个缺乏信心的人 这是一个缺乏信心的时代 缺乏信心 就会导致一些后果 主耶稣说他用以色列的历史来对比文士 还有华利赛人 首先提到宁利伟 宁利伟当时是邪恶之臣 本来就应该被审判而灭亡 但是上帝采权约拿去向他们传递毁灭与悔改的信息 所以成立灭的人 他们知道约拿带着上帝警告的信息 所以从最大到最小的他们都悔改 主耶稣用自己来对比约拿 他带着比约拿更大的信息来到世上 但是文士还有华利赛人 他们却硬着心肠 不愿意悔改 第二个 他提到以索比亚的士巴尼王 士巴尼王他知道 所罗门是有极大的智慧 所以他就远从以索比亚来到耶路上 他寻求智慧 耶稣说 他就是智慧和真理 不单单是比所有人们更大的智慧 他本身就是智慧和真理的源头 圣经说到 他是开启上帝所储存一切智慧的知识 一切智慧知识的钥匙 他就是知识还有智慧的本身 但是华利赛人还有文士们 他们却门碗不灵 他们心灵必射 他们听不见上帝 透过他所要传达的真理和知识 他们需要的信心 不是看见行出一件又一件的神迹 那是用信心来接受 主义书他自己就是神迹 然后他就说出这样的比喻 说出空屋的比喻 来影射这些华利赛人还有文士们 空屋的比喻 其实是说到 华利赛人和文士们他们生命的状态 他们为了能够严谨地来遵行上帝所定定的律法 就是摩西所传的 他们有一个非常好的动机 既然这是一个上帝所传的律法 我们就要遵行他 那么我们怎么遵行他呢 我们就要定定那些可执行的 执行的一些细则 所以不单只是一个条文 还要定出执行的细则 为了不去违背律法 让他们在道德或行为上 或是生活上或宗教上 信仰上有一些偏差 所以他们递出非常非常细的细节 繁荣入节 他们希望能够靠着这些行为上的完全 来赢得永生 所以我们如果从这个动机上来看 他们本意其实是好的 但接着有一个问题是 太多的细节 并且在执行上的一个太多的问题 所以律法就变成非常刻薄 非常无情的体质 所以他们设定了框框 框框非常的窄小 所以很窄小的框框的时候 你在里面就动辄得救 所以在当时当中 他们就很多的就是罪人 因为他们没有办法遵行律法 他们动机原是好的 因为他们希望从行为 来行出一个洁净的生活 所以从外表的行为来看的时候 他们就好像一群人 他们很努力来清除屋子里面污秽的东西 他们希望把屋子里面洁净干净 或者让屋子里面不沾染这些污秽 可是他们有一个问题 当他们洁净屋子之后 他们却保持一个空污的状态 就是主耶稣所说的 你们洁净自己的 可是却保持空污的状态 有时候我们进去到一个很洁净的地方 或是一个摆设非常整齐的地方 可能会让你感觉到有一个舒适感 这很干净很明亮的感觉 我曾经去一个家庭 一个牧师的家庭 然后去到那边的时候 里面真的非常非常的干净 好像每一天都拖过的地板 然后非常的明亮 当然牧师就会请我们吃饼干 吃饼干的时候 我们就非常小心翼翼 有没有 吃起来起来 我们就注意到蟹蟹会不会掉在地上 我就会掉在地上 你的饼干一咬下去就会掉在地上 还有你吃柳丁 一拨的话 那个汁就噗出去 因为太干净了 所以我们就很紧张 我那个卫生纸 就赶快要塞一擦 收一收 要注意一下牧师俩的眼光如何 我们曾经去过一个诊所 我以前在恒春基督教一夜工作的时候 那边有两家诊所 听说两家诊所里面的空间完全不一样 一间空间就看来稍微有点脏脏的 也不是打扫很干净 然后摆设也不是那么整齐 那个墙边的地方还有一个垃圾桶 那垃圾桶旁边还有什么你知道吗 很多檳榔汁 粉丝人他们喜欢咬檳榔 捞顶那种 还有抱叶子那种 另外一家的医院呢 他就是非常洁净 很干净 然后也摆设得非常的漂亮 又花啊什么的 让你觉得很高盛的感觉 你们猜猜哪家医院的生意比较好 就是那家很脏乱的 因为他们进去的时候 他们看病可能穿得非常的随意 然后进去的时候 他们就穿着拖鞋进来 咬着冰啊 那医生也不会在意 然后就继续看病啊 你有什么问题啊 看一看 如果进到非常干净的地方 进去的时候你就非常不敢乱摸 不敢乱动 不敢乱坐 然后不敢正经为坐的感觉 所以病他没有看好 就紧张出一身病出来 哥罗西书第二章他提到说 他们遵从法律塞人的规律 和教训 不可动这个 不可藏那个 不可摸这个的禁忌 有没有觉得你进到一个 非常干净的地方那种感觉 不要乱动 什么事情都很干净 不要乱摸 不要随意走动 所有东西都整整齐齐的 所以到里面去的时候 你就非常拘谨 就律法 空污的状态 这就是一个律法主义的状态 也就是以主义所说的空污的状态 竭尽整齐 但是空污是律法的状态 以前我在幕会的教会当中 曾经有来把案件乘到这边来 有一个长老他就说 我不要再带我的孩子来上主入学了 长老的儿子不来上主入学 那真的是 好啦 那就来沉迷一下案件 走下问为什么 你是长老的 你是长老 为什么孩子不行 说对牧师你知道我们工作很忙 到礼拜天的时候 孩子就要起床 就会赖床 对不对 而且礼拜天最好是睡久一点 平常要上学就要吹吹吹 这现在不用啊 所以他尽量能够睡晚一点 所以上主入学是八点半 他们就很早把孩子叫起来 然后在路上就买了麦当劳 麦当劳进来的时候 就边上主入学边吃早餐 你觉得好不好 真的不好啊 怎么可以这样边吃边 那其他的小孩子怎么办呢 所以老师就说 请你们不要上主入学边吃早餐边上课 OK 好 那么我带到外面吃可以吗 不可以 不可以啊 那为什么理由 他说你是长老 你一吃的话 你就知道大家知道你是迟到 所以迟到 吃早餐 然后大家看见的时候没有好见证 没有好榜样 所以最好也不要在外面吃 所以那个长老就说那怎么办呢 所以那天如果睡得比较晚一点的话 要不要来上主入学 有两个选择 一个选择就是空着肚子 饿着肚子上主入学 那另外一个选择就是就不要来 不然就是没有见证 那我不晓得你要怎么去采取这件事情 因为老师也有老师的道理 就觉得要见证要要纪律 我们常常定了很多的纪律 我们应该 你知道有很多情况 我觉得那你应该有第三个选择 你应该早起 然后准时来上主入学 生命当中我们有很多规定就应该 可是你知道很多情况 就是没有达到应该的标准 才会比较混乱一点 我们生活当中很多时候 没有达到一种框框纪律应该的标准 有人就提到说 律法主义就是应该主义 每次你当他谈到应该 而且达到你所制定的应该的标准的时候 那本身就律法主义 有人就提到一句话他说 其实如果我们能够接纳别人的不完美 那我们会过得比较幸福一点 能够在我们生活当中 稍微有点弹性宽松一点的时候 可能我们大家会过得比较快乐 比较有幸福感 这当然不能把这种标准放在我们每个人身上 要求主义老师说大家都不要有规矩 那如果偶尔有这种情况 我们是不是稍微有点放松一下 不要弄得大家都很紧张 法律上的信仰是一种独善其身的一个信仰 他们希望能够遵律法 避免犯错 这样有没有问题 我们很多基督徒都这样 我们很注重我们的行为 我们有一个好的见证 我们希望我们的行为当中 不会去触犯到一些不该犯的事 法律上他们也定了很多洁净的礼仪 在洁净的时候有沾染污秽 那我们就把它洗净 所以干干净净的 问题是在法律上人 当他们洁净自己独善其身的时候 这成为他们心中的骄傲 他们说看吧 我们的房子多么的洁净了 我们的房子这么的干净 他们以为 看吧 我们的行为是多么的完全 我们大概就比较靠近了 完全可以得到永生的报偿了 看吧 我们是多么的高尚品格 把自己打扫得很干净 可是 他们对人的苦难 没有同情和怜悯 他们没有爱的关怀和行动 他们跟一般的百姓保持距离 说这是不洁净的 这是有罪的 我们不可以沾染这些人 他们的污秽 他们如果灭亡 那是当然的 而且与我无关 他们跟税吏 跟一般人保持距离 甚至跟任何他们觉得的罪人 不完全的人保持距离 以免沾染到他们不接近 维持他们本身之间的绝境 他们甚至跟主耶稣保持一个距离 站在中立的位置上面 用一种旁观的能眼 来观看主耶稣的作为 然后用轻蔑的态度 批评主耶稣 如果你是弥赛亚 为什么你会跟这些有罪的人 这些品格卑劣的人 这些税吏 这些罪人 跟他们同桌吃饭呢 我们不会的 当他们看见一个生来瞎眼的人的时候 他们只是冷冷的在那边猜测 为什么他会瞎眼呢 是他犯了罪 还是他的父母犯了罪呢 或者他怎么会有这么不好的结果呢 他们这么容易的定别人的罪 但是他们却没有提供任何的救恩之路 你们是该灭亡的 我们接近得救 接近永生 我们跟你们差点是这样 这就是空屋 他们把自己打扫得非常的干净 他们把自己摆设得非常整齐 他们的行为非常的端正 但是人不能从他的空屋的生命当中 得到任何的益处 甚至他们在这个空屋洁净的当中 他们产生很大的压力和压迫感 看到这个法律三人和武士的时候 他们本身就有压力 最好逃远一点 法律三人他们的动机有什么不好吗 没有什么不好 就像我们很多基督徒 当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追求信仰 我们让自己非常的 成为一个很好的基督徒 我们在行为上的完全 然后呢 我们有没有那么容易在这边定罪一个 多爱足一点 多奉献一些 来做礼拜的时候不能迟到 要读多少圣经 我们现在读圣经一天一章 就很低的标准 你知道我至少一年读一次 一年读两次 你呢这么不爱主 弟兄姊妹们 很多的状况里面是在 当我们把自己提高到某一种属灵的 程度和标准的时候 我们站在很高的位置上面 我们做一些批判 属灵者又来了 圣经提到耶稣又来了 耶稣在他们身上不是一个见证 那也是一个对比的差异 所产生的定罪感 空物的比喻 说到当时的一个情况 这些法律赛人他们靠守律法 而让自己的行为完全 让自己的生命 行为好像洁净的空物一样 但是 这消极性的信仰 后来成为牢狱 闭锁他们的心 他们既不愿意 接待耶稣 魔鬼就进入到他们生命里面 后来就要从他们生命当中 就显现出 骄傲 自愈 假冒为善 对人的冷漠 他们跟主耶稣 保持一种中立的 旁观的态度 后来这个中立 单单只是中立而已 这种中立后来变成对立 甚至后来把主耶稣 钉在十字架上 房子空着 久了之后 它就容易发霉 对不对 所以很多房子 你不会一直让它空着 出租也好 就是有人气 住得也好 空久了总是会觉得 容易毁坏 还有让人有一种阴森感 有没有 这个房子很久 很久没有人住人了 就知道要进去要小心一点 空有一种阴森感 那屋矿就会 就要每矿愈下 所以主耶稣都提到说 空屋久了之后 那就会有一种情况产生 在这个地方 过去住了一个鬼 把它洁净了 然后呢 这里面的鬼 后来看看这里面没有住 后要了七个鬼进来 所以他的景况就比以前更不好了 那当然比较灵人派的教会 他就用这一段来做一个赶鬼的状态 然后七个鬼把他赶出去 那你就觉得七个鬼是不是最坏的状态呢 你知道还有圣经当中还有一群的 对不对 所以最不好的状态 那一群鬼比七个鬼 一群鬼好像比较更凶恶一点 这边有七个鬼 在当时以色列人他们的传统认为说 如果一个人 他被七个鬼附身的情况 那是一个人他们生命最可怕的状况 一群的结果说七个鬼所表示的不是一个数量而已 而是提到这个人 他的上面就免旷御下 然后落到最可怕的情况里面 什么样最可怕的情况 就是当这些法律赛人 这些大祭司们 当主耶稣钉在十架上的时候 最可怕的情况 公然与上帝敌对 这里也说到一个信仰的原则 当人抗拒主耶稣 或是仅仅要跟主耶稣保持距离 仕途跟主耶稣站在一个中立的位置上面 我没有敌对他 我只不过是跟中立而已 我没有医护谁 这个也好 那个也好 原则是 生命空着 生命就有逐渐每况愈下的情况 有一个名词 它是这样说 在夹缝中 残存的怜悯 侧隐之心都有 我们都会有怜悯之心 这句话意思就是说 可是怜悯之心 当他被放进一个生存竞争的夹缝中的时候 他的光辉就会慢慢变弱了 所以圣经里面他有提到说 因为不法的事 不公义的事 或是邪恶泛滥 所以许多人的爱心就会渐渐冷淡了 所以我们常常要想到自己 可能在追求信仰当中 这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可是在追求当中 人可以从我们当中得到多少的怜悯 多少的恩慈 或者在我们生命当中 常常成为别人的压力 因为我们常常有很多的论断 很多的定罪 有一天是一个安息日 这些门徒饿了 他入京一个麦田 他肚子饿嘛 然后就栽了麦穗来吃 那怀少年看见他就说 耶稣啊 你们的门徒犯了安息日 守安息日比较重要 还是肚子饿比较重要 所以主耶稣就对他们说 我要的是仁慈 不是祭生 如果你把祭生想做礼拜的话 可不可以 因为祭生就是一个祭祀 那做礼拜跟仁慈当中 有什么样的关联性 仁慈好像我们就去外面 行一些善事 那做礼拜就做礼拜 那这有什么关联呢 那最近有一个体会 你知道在做礼拜当中 牧师在讲到最大的打击是什么 你知道吗 下面很多人睡觉 做礼拜怎么可以睡觉呢 特别是上帝的话 我是讲上帝的话这么重要 所以如果看到有人睡觉的时候 我应该怎么样向上帝祷告 不可以睡觉 上帝啊 求你给他们敬畏的心 可慕里的话语 让他们提起精神来 好好听上帝的话语 从天上而来的粮食 对不对 如果你旁边有人在祷告 在睡觉的时候 你会做什么事 特别你的太太或你的先生 先生比较会睡觉 一定会这样 起来 就这样醒过来 惊醒过来 我告诉你 上面牧师都看得一目了然 做礼拜 祭祀 做礼拜当中 怎么可以有仁慈呢 有一次我就为一个弟兄 在睡觉的弟兄为他祷告 上帝啊 求你让他继续睡 而且睡好一点 睡饱睡满 做礼拜祭祀 要我仁慈 这位弟兄 因为他是上夜班 他告诉我一件事情 他说 牧师 每次我上夜班回来 刚好是八点 所以我就从我公司 骑摩托车半个小时 来参加早场的聚会 九点钟 每次我看到他的时候 我就很振奋 因为这位弟兄 他就是上晚大夜 没有睡觉 来做礼拜 回去再睡觉 有一次我看到他打瞌睡了 打瞌睡了 心中很深的怜悯 上帝啊 你纪念他的敬虔 上帝啊 你让他好好地休息 上帝啊 让他有很好的睡觉 希望他在做礼拜之后 他又表达他的敬虔 他又让他很好的睡觉 很有精神 等下回去的时候 还要骑半个小时的车子回去 求上帝让他好好地睡觉 这就是祭祀 还有仁慈 我们可以做一个选择 你要求是一个纪律 是一个规矩 是一个非常庄严的 在平常情况就应该这样 可是在有必要的时候 能不能 多一点怜悯 就像主耶稣所说的 我们可以说安息日那是必要的 可是当这些门徒肚子饿了 掐了这些卖水来吃的时候 能不能多一些仁慈 因为安息日是为人所设立的 人不是为安息日所设立的 基睿有的时候是为了人而设立的 但是我们不能把人放进到一个 非常窄小的律法主义的框框里面 让他们在那边受很大的压力很多的苦 马太福音第五章 第七节他说 连续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闭蒙连续 有一个诠释他是这样 那些以蒙上帝连续的人非常的快乐 因为他们也愿意连续人 而是当你连续人的时候 我们就得到快乐 反过来想 我们需要上帝的怜悯 上帝要怜悯我们很可怜 可是另一方面来说 当我们连续的时候 我们得到快乐 我们也同时得到上帝的连续 世界展望会的以前的会长 叫杜明达会长 他说幸福是一种付出之后的喜悦 幸福是付出之后的喜悦 你有付出你的喜悦 他讲给予 马太福音还有另外五章七节 还有另外一个诠释 他说你要善待别人 当你关怀别人的时候 你就有幸福 在你全心照顾别人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自己的需要 也得了很大的满足 施比兽更有福 空物的比喻 要教导我们几样的功课 或是三样的程序 第一个 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 过圣洁的生活 在这里我们并不是定罪 这些法律赛人 他们遵守律法 那样良善的动机 圣经也告诉我们 要过一个捷径 圣洁有见证的生活 所以我们也必须要很注重 我们的行为 所以保罗他就告诫提摩太说 你要逃避少年人的欲望 与那些以清洁的心求告主的人 一同追求公义 信心爱心和平 士兵说少年人 当遵循上帝的话 来洁净他的行为 大卫也这样祷告说 求你查验我 知道我的意念 求你考验我 洞悉我的心思 看看我有没有狂妄的心思 你需要竭尽你的生活行为 竭尽你的心思 那是必要的 目标如果仅仅只是追求 个人独善其身的信仰 那这是消极的 就会有落入空污的危险 所以第二个程序 我们生命不能保持空虚的状态 所以我们不仅要除去 生命中的罪恶 我们更要投身在 服侍上帝还有 服侍人的事工当中 这样我们可以 结出美善的果子 就好像你开垦一个土地 这个土地你除去这些杂草 你必须要种上蔬菜对不对 你开垦一个地方 你开垦一个园子 你要种上一些美丽的花朵 你所需要的 我是一个美丽的花园的话 种上一些东西 或者你要种上一些果子 一些果树 让它结果子 你不能除去杂草之后 让它空着 活着的话 杂草又会再重生 你必须要让你的生命当中 有更丰富的事物 占据在里面 结出一些更好的果子 结出更好的花朵 这样这些杂草 就没有生长的空间了 所以我们的生命 不是很注重行为 不要换什么错误 不是很消极 不去做上帝不许悦的事 更积极方面 是要做上帝喜悦的事 结出果子 第三 即使我们要行义 我们要做好 可是还有一个限制 罗马书说 在我的本性里面 没有良善 我有行善的意愿 却没有行善的能力 那这是我们的问题 法律撒人 他们想靠自己的行为 来讨上帝的喜欢 可是他们有个问题 是他们又跟主耶稣 保持的距离 甚至跟主耶稣敌对 结果生命就每况愈下 Covid的比喻 是提供我们一个抉择 当我们遇见主耶稣的时候 就好像这些法律撒人 文士他们遇见主耶稣的时候 他们可以做出个抉择 或者他们就接受 认识他是弥赛亚 接受他是救主 那他进入他们的生命当中 他活出一个爱 活出一个丰盛的生命 或者拒绝他 结果让生命每况愈下 最后成为主耶稣的敌对者 最后成为一个批判者 定罪者 成为当时人们的苦难 空屋的比喻也是一个恩典的邀请 主耶稣他愿意进入到你的屋子里面 你的生命当中 让主耶稣成为你生命的主 让他引导 还有支配你的人生 最重要的 让他生命成为你的生命 让内住在里面的基督 可以活着出来 我们即将迎接新年 我们都在除旧不新 希望我们的生命也在除旧不新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说 无论是谁 一旦有了基督的生命 就是新造的人 旧事已过 新的已经来临 让主耶稣成为你生命的主宅 让你的生命成为他的局所 更新并且结始累累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我们向你献上感恩 当我们在这敬拜的时候 我们敞开我们的心说 你在我们生命里面 主我们可以活出你的生命 结始累累的生命 丰盛的生命 我们求你常常在我们生命当中 主导我们 我们常常也像大卫一样 搜寻自己的心 查看我们心思 我们的意念 查看我们的行为 主好像你借着圣灵的光照 能够洁净我们 住在我们的里面 让你从我们生命当中活出来 那必然是一个丰盛 还有结始累累的生命 主啊 愿你进来 进入到我们生命里面 进入到我们的屋子里面 洁净他 既洁净他 既洁净他 就藏住在里面 你是我们生命的主 是我们家庭的主 我们迎接你 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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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